绿电发越多 台电亏越多 绿能公司赚越多 立法委员赖品渝 难道他不需要有利益回避吗 就是渝电共生吗 绿能发电发越多 台电亏损越多 然后呢 国库亏损越多 人民亏损越多 绿能公司被购电的 保证收购的 他赚越多 然后他们还会 再把赚到的钱 转手变成政治现金 给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我们就讲风力发电好了 风力发电呢 如果台电自己发电的话 每一度电是3.32元 但是我们的保证收购价格 是7.03元 所以台电发的价格 跟我们去保证收购的价格 就差了快要4块 3块多 那我们买电是买多少钱 2块多 所以跟我们买的电比起来 差了多少钱 差了快5块 所以每发一度风力的电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亏损了3块到5块的钱 绿电发越多 台电亏越多 立法委员赖平瑜 不管今天他的爸爸 是不是新潮流的赖静林 云豹公司的董事长 他应该都要针对 绿电造成国家亏损这件事情 有所表态 那当民进党他们在通过 再生能源相关条例的时候 他的父亲是这么巨大的 云豹能源集团的董事长的时候 难道他不需要有利益回避吗 他们赚到的钱还会拿回去回馈 还会拿回去回馈给民进党籍的政治人物 法委员候选人 议员许淑华拿了30万 吴炳睿30万 魏云10万 戴伟山10万 赖平瑜10万 爸爸给的 多的呢 这个2、30万 那少的呢 大概也有10万左右 在每一次的选举加起来 就目前加了700多万 这叫做什么呢 就是鱼电共生嘛 就是赖平瑜跟绿能之间的共生结构